记者王锦义花莲报道 6日深夜11点50分 花莲七级强阵造成云门脆堤大楼倒塌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在7日凌晨3点 接获中央应变中心需要调动大钢粮的需求 马上向合作过的厂商中洽询 工程行邻信昌先生接到电话后马上答应 并且赶赴现场勘察 天一亮就把第一批钢粮七组运地现场搭建 四公处今天10日特别向林信昌先生表达感谢之意 公路总局四公处指出地震发生后 中央应变中心发动中央各部工程机关提供救灾资源 但初期资讯不明确 各部工程机关回报的内容都是大型机具 凌晨3点多 中央应变中心要求大钢粮工程处研判应该是需紧急调度 钢粮支撑倒塌的大楼 随后动员联系各厂商不下时数家 最后终找到可支援钢粮支撑的厂商阿昌林信昌先生 林信昌答应后立即赶赴现场勘察 7日上午6点多 第一批当量七组救运地现场开始支撑 稳定清洁中的云门催堤大楼 让消防救灾人员才得以进入搜寻抢救受困民众 四公处副处长陈寅复与花莲公务段长沈卿 请为今天颁赠位烙奖金感谢阿昌先生默默贡献